秀黎湘10月要擴大舉辦狩獵祭 因為崇德 富士 秀玲 跟金美等四個村的傳統領域 月期會在國家公園內 屢次向太魯格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 結果慘遭駁回 我們內政部已經有跟原住民組委員會 來進行演繹 那不過是因為這個法令 還沒有經過修正 所以目前國家公園法的 相關規定裡面 他是禁止狩獵動物或者是捕捉一類 我們的文化傳承 為了我們下一代傳承下去的狩獵祭 狩獵祭應該我們的狩獵 就在國家公園範圍內 那就是說我們一直強調 哪怕是一年一次的狩獵 來給我們原住民太魯格族的一個尊嚴 開放我們狩獵 太魯柱依國家公園法 駁回族人申請 甚至要求跨區到別的部落進行狩獵 引發族人不滿 認為太魯柱不理解原住民傳統習俗 因為在早期族人他們都不可能跨獵場 這是Gaia 這是一個規範 所以在這次討論是大家決議不可能跨獵場 我們原住民德魯格族的習俗 業界的話那也更發生流血的一個事件 如果你沒有照會這個部落的話會衝突 衝突會互相仇恨 這個仇恨是很難把它消失的 搞不好就是在以前的習慣的話會出場 太魯格國家公園幾乎是秀林鄉 六個村的傳統領域 最後到底如何處理 要看中央政府單位如何協商 只是這次事件再次凸顯國家法令 將遠住民族文化跟土地權益徹底排除 讓遠住民傳統生態智慧不斷挖結 記者趕到麻雅花蓮秀林採訪報導